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雲林的鄉親真的很擔心 萬一這個實話 也會生在我們雲林 這個雲林是這麼大龐大的一個財團 這麼大的一個實話 雲林人都不知道到底埋在什麼地方 這些管線都不知道 那今天我們特別 在這個環評大會 我們特別要來要求環保署 你不應該再讓雲林繼續擴廠 雲林從4.1到4.4 好像很順利的通過 到5期 到4期很順利的通過 到5期沒辦法通過 那沒辦法通過 當然就是有問題 可是 竟然可以放任 4.1 4.2 4.3 4.4 現在已經到 4.7通過 4.6 4.8 4.9 4.10 都在審查 甚至有的 即將要通過 甚至有的即將要通過 那其實就是 我是這一屆的六清的監督委員 公司的監督委員 我想抬說六清在環民會的時候 我想在水資源的部分 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用水料一天已經到達42點多萬噸了 他真的有辦法退回到25到32嗎 他每次承諾的海水大化場 在六清今年五四屆的六清監督會議裡面 不斷地跟他說要領行他的承諾 可他說他要去使用農幼的農幼為水 在下地的時候再多多人民的用水 這個不比這一陣的災難 我在今年四月份統計三個村 一共是三千個人 等於是台積鄉八分之一的人口 我們的申固人數是台灣平均值的一百六十個Percent 而這一百六十個Percent的人的申固 裡面有百分之七十是癌固身亡的 但是我們在衛生署網站看到了 台西鄉癌症並沒有偏高 我不知道這個是為什麼 到底是我在說謊還是衛生署在說謊 台所一直以衛生署的這份資料 來告訴所有的環評委員或是社會大眾 六清在台西並沒有造成特別的污染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份 漢堡府資料被造假 還是我的資料被造假 我希望衛生署能夠等著量子 等著社會得認把這個資料把它釐清楚 我爸爸媽媽都在今年過世 我堂姐也是今年一年之內 大約都是一年內 走了 我的隔壁 也是甘萊 走了 我兩個附近的同村的舅舅也走了 我們的村子裡面 大概 我認識的都快走光了 那當然你可能說年齡的問題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 現在14歲也是癌症 血癌 五郎村的 那16歲腦癌 31歲 35歲 36歲 37歲 38歲 這麼年輕 都有癌症 這個季節都會飄向彰化縣 台中市 中部地區 甚至有些風向會讓這些跑到埔里 這是根據美國NASA TERRA跟AGUA這個 衛星監控系統 這個不是亂講的 秋季冬季春季就會拋向南方 那賣寮、台西、四湖、東市還有嘉義、台南、高雄都會 還會跑到斗六竹山、矮山的地方那些 所謂的微粒物質、PM那些小東西 致癌的就跑到那個 就是矮山的地區就擋住了 像遠一點、高雄、台南都會 這個是全台灣的問題 往北的話會到這個苗栗跟南投去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台灣已經有12個電廠 是用是禁燒煤的、禁燒石油膠 它是等於說它已經用了天然氣或是其他的方法 可是台索還在用這種非常落伍的方式 現在加拿大、丹麥、美國有很多城市 包括大陸、包括我們可能認為 他們很多政策跟不上我們 對不起,它很多城市都已經禁燒煤了 那北京也在2017年要全部禁燒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到這個呢 再增加 但是相對的話 譬如說,台大詹長田教授 他現在很擔憂就是說 他在那邊所有的監測器材 裡面展現出來當地兒童 婚婚國小 甚至於許聰婚校 裡面看到非常大的數據 我們的國外院已經在 已經在緊急在開會這個部分 我想,我還在這邊在純通的話 說我們一立縣縣長的話 為什麼不公布、不走出來 我們現在來檢視 那個市議院長他們當時在公安事件 所說就是說 沒有公安的話就沒有所謂的扣廠計畫 市議院長,你從4.6到4.10的話 你今天有多少人力物力還有你的主管機關有多少人投入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沒有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為高雄冷祈福 請為那些因為石化而爆炸受傷的民眾 請讓他們趕快恢復健康 請引臨因為石化爆炸而往生的亡魂 能夠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不要讓他們那麼痛苦 也祈求慈悲偉大的佛陀 你能夠保佑我們雲林 不受這個烈心石化之害 能夠讓我們可以脫離這個石化的威脅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